在地球上能够有那么多的生命存在,离不开氧气以及水资源,这显然就是孕育生命的必备条件,二者学一不可,而科学家在宇宙中寻找地外文明的时候,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先在宇宙中探测到这两种物质的存在,一旦在某个星球上发现了有液派水以及氧气的存在,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,就有很大可能性发现到这里有着地外生命的出现。 但是,在这样的探索道路上依然还是没有丝毫进展,而这样的情况下,科学家就认为很有可能在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上,根本就不需要氧气以及水资源,完全有着其他的生命存在机制,估计在泥土中能长出黄金。 这样的说法的确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,本来在生态圈中生物都是有着特异性,就跟不同的物种一样,在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活动上都有着独自的不同点。 而在宇宙中的地外星球亦是如此,在地球上是以水资源为基础,那么在宇宙中估计就有以液态甲烷为基础。 毕竟液态甲烷在其他星球上还是非常常见,完全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储存。 对于生命的活动机制更加不同于在地球上,在地球上的动物都需要氧气来进行呼吸,在没有氧气的地外星球上,完全就没有这样的生命存在方式。 毕竟是在环境下才会有适宜的生物出现,所以地外星球的植物,那就是跟地球上有着很大的出入。 地球上的植物普遍都是有着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,那么在宇宙中的不同星球上,存在的方式根本不一样。 甚至在泥土中长出黄金这样看似荒谬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,万一在宇宙中的地外星球上,它们的地表就是金属打造场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。